理发店的狗狗 哇哦 瞧瞧 我们一起到达了办公室 好巧啊 世界真小 早上好 小香肠 吃吧 伙计 你的日子过得真不错 你每天只需要吃饱了睡觉 说得对啊 我们要捡它的便便 让它免费住在这里一分钱不花 不是的 它这么的可爱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拜托 我希望我下辈子是一只小狗 果酱妈妈 果酱宝宝 果酱爸爸 不等等 这个应该是果酱妈妈 或者是果酱叔 哦不对 你跟这个香蕉皮很搭 果酱宝宝你觉得呢 小薇 发泡奶油 小薇 问题是你们装的哪一个是果酱爷爷 小香肠 你能等我一会儿吗 我在做很重要的事情 好了小薇 你被开除了 在我面前消失 不 这王师傅不 小薇 草莓 蓝莓 巧克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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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达达 哇 很好 你真的是一个天才美发师 嗯 优秀也是很辛苦的 嗯 小香肠 你怎么这么累 你又不干活 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什么都看不见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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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 这是你需要的仓库的东西 好的 谢谢 耶 午餐时间 谁负责做今天的午餐呢 我们吃咖喱米饭 听上去不错 准备开始做饭了 我想让这顿饭特别一点 我要把咖喱换成焦糖 让午餐更香甜 我知道面包师傅喜欢吃辣 那就放一些红辣椒吧 胡萝卜太普通了 我们放一些小熊糖进去 蘑菇 棉花糖更好对吧 完成 现在等着开锅 喝 车 午餐准备好了 哦 闻起来不错 尝起来有点甜 哼 这是我的秘密咖喱配方 秘方就是焦糖 是吗 没尝出来 小薇的厨艺比我想的要更好 小香肠 你也吃点吧 我很擅长做饭 改天我可以教教你们 啊 不对 为什么我就是算不对账呢 我需要换换脑子 瞧瞧 为什么还没做完 因为它太难了 隐形拟伤啊 喂 我是你的老板 哦 开除我 啊 账都算清了 是我看错了吗 哇 到点回家啦 大家明天见啦 嗯 明天见啦 小香肠 再见 哇哦 嗯 瞧瞧 我们又是同时到对 好巧 好神奇 小香肠你好啊 小薇 泡点尝好吗 没有我的话 这个店就完全乱透了 你真是调幸运的狗狗 你每天只需要玩啊玩 好的师傅 我来喽